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给你煮的是平桥豆腐 平桥是在江苏省一个平桥镇 那里的一个名菜 那么这个豆腐是要把它切成很小 通常叫麻雀的舌头那种形状 也就是等于说小的菱角形 那么先把这个豆腐要买嫩豆腐 给它这样子片 片的0.5公分的厚度 然后就给它再切成这个直条 切成直条以后斜的切 斜的切成那种菱角的片了 要切得很薄 好 一次不要切这么多 就会切得比较整齐一点 好了 切好了这个豆腐呢 要来煮 煮的时候要先起一个油锅 煮豆腐需要很好的高汤 那么油呢不要太多 因为高汤呢是比较有油 今天的高汤比较有油 是用鸡架子来煮出来的 那么这里呢就是把葱给它下锅来煎 煎一下之后呢就给它 把高汤呢下锅 然后呢把豆腐也倒下来 就一直给它这个煮 如果你的豆腐是早上买的 或者是天气热 觉得有什么有点酸味的话 你应该把这个豆腐很大块的时候呢 就用开水先把它烫过 也就等于说是洗过一次 然后呢再来切 现在呢就这样子 把这个豆腐呢 用这个高汤 给它煮差不多五分钟 那么另外呢 等一下需要一个海参 这个海参和虾米 和这个火腿 这个海参呢已经出过水了 也就是已经放过这个葱姜煮过了 那么现在呢把它切成 跟这个豆腐差不多的这种小片 来爆一下 切成这种也是煎煎的 两头煎的这种菱角小片 爆的时候呢放一点油 然后放姜油来给它爆 主要是让这个海参呢 入味 因为海参是一种这个 没有味道的一个材料 所以现在呢就要把它这个爆一下了 那么锅子里头呢放一汤匙的油 油热了以后呢 就加两汤匙的酱油 好 加两汤匙的酱油 然后把海参倒下来 就这样子把它爆炒一下 好烧过之后 差不多一分多钟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这个酱油呢颜色可以用的稍微黑一点 用一个砂网把它过滤出来 另外呢这个豆腐里面现在开始要加调味料 那么这个高汤很好很鲜 就不必要再放什么味精了 就是这样子把它这个加了味道之后 用这个太白粉给它勾芡 这个太白粉呢就是一汤匙加上两汤匙的水 好把它勾芡 煮好了之后就是锅个芡 那么就可以把它倒出来了 这个时候 这个豆腐里面本来还可以放一点什么鸡蓉 之类的 鲜的东西 这样子倒出来之后呢 最好是用一个这种浅的水盘 那么把这个海参呢 就给它顺着这个中间 给它倒在上面 一条 那么让这个豆腐看起来 跟这个海参呢是黑白分明了 那么这边是火腿靴 下一点在这边 那么这边呢是虾米 好了 就这样子 那么吃的时候呢 当然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要把它搅和一下 然后呢用小碗帮你吃就好了 这就是给您介绍的 拼桥豆腐的做法 也是属于煮出来的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见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